满天星斗像是发光宝石 随着时间变化排出缩时轨迹 星光闪闪让人眸眩 每年夏季是赏银河的绝佳季节 从五月开始大约晚上九点半 到凌晨四点是最佳拍摄时间 随着夏日日落时间往后 一直到九月拍摄时间会慢慢缩短 到晚上八点 只是雨震满天星斗相回应的 竟然是山路上车灯 这样子很不好 而且怕会有危险 我是觉得只是这个手段 不是目标 为了保护暗空公园 南投县府砸下将近两千万 增设软硬体设备 另外制定自制条例 议会三读通过 只要园区停车超过三分钟 就得关闭所有光源 包括车灯 否则开罚一千元 山区幅员辽阔 裁罚方式以监视器为主 人力为辅 保护这一片得来不易的闪耀星空 接着曾伟祥的一位病无彭心 南投报导 所以这边呢告诉来大家 汪汪水神维生性电解刺身水 跟病毒蟹菌作用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注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 谢谢我来点击 看下来是什么満柿 通知灯 最多的准备 关下来到 sick 看下来不断